歡迎大家出席2021-2022年度香港辯論超級聯賽第七七輪賽斯 今天的辯題是現今香港中學對學生實施發言不合時宜 由正方加密察覺中學對反方率色源主辦何峰中學 現在特等我為雙方介紹雙方辯論 首先是正方正方主辯周子晨同學 第一副辯劉穎儀同學 第二副辯吳建俊同學 接辯梁佩玉同學 斯柏黎維反方辯論主辯劉美君同學 第一副辯黎子聰同學 第二副辯蘇智帆同學 接辯賽洛斯同學 現在就讓我為大家介紹三位評判,他們分別為 香港科技大學中學辯論隊隊員劉中華先生 基督教聖略教會堅落中學中文辯論 活動老師潘俊賢老師 香港理工大學中文辯論隊員 史迪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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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迪朗衛 雙方介紹比賽賽規 本場比賽分為主變 台上發問 一副、二副、台下發問 以及結變共六個環節 台上邊緣發言時間為 4334 每位台上邊緣發言時間結束前 30秒會有一丁提示 丁 時間到會有兩丁提示 丁丁 15秒會有三丁提示 丁丁丁 街市本人將打斷電源發言 並提醒評判扣分 詳細賽規早前已發佈於各參賽學校 請問雙方主變對賽規 有沒有任何疑問 沒有問題的話 比賽正直開始 現在有請正方主變發言 你有四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我示意 請問請問 請問聽得清楚 是 清楚的 可以 請問是 各位各位 各位大家好 在去年 天水圍巡東偉里中學 黃詠希同學 因為頭髮過場 要在醫療室上網課三個月 無讀有藕 今年6月 東華三院黃花南中學 林澤津同學 因為頭髮長短問題 遭受校方懲罰 甚至停學 男生流長法,沒有傷害自己,沒有影響他人,為何要受懲罰呢? 中學實施法金是否已經過時呢? 限制學生髮型雖然是學界普遍的現象,然而教育局沒有指出 學校必須對學生髮型有要求,反而提醒學生要注意學生需要 趨著時代進步,台灣、日本先後廢除了法金,可見學校對學生髮型的要求是可以變 關鍵在於是否合理能否配合時代趨向,符合社會價值觀 因此,今天變題的衡量準則應在於在現今法禁是否仍然符合時代需要,配合社會發展 我方正立變題,原因有二 第一,剝奪選擇自有 頭髮長短,從來沒有對錯之分 髮型更是建立自我形象的方式 現時學生能夠戴不同顏色的眼鏡,不同款式的口罩 在合理情況下展現獨特性,但為何偏偏髮型就不可以呢? 2003年,當時的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就是因為髮型被坊間取笑為掃把頭 他揚言說,如果連髮型都捍衛不到,又如何捍衛香港治安呢? 可見,頭髮是個人尊嚴,是身份認同,眾學生杜日養 台灣教育研究院指出,髮型是青年建構自我形象的重要一環 台灣在2005年正式廢除髮金 當時的教育部部長道正勝表明 學校應該要尊重學生選擇,接受多元審美觀 有方同學為何一定要規限學生的髮型呢? 是否因為髮型不一樣,學生就會傷害自己,影響他人,妨礙學習呢? 台灣廢除髮禁後的研究顯示,接近八成的受訪者都表示 髮型對學習毫無影響,髮禁根本是剝奪學生選擇自由 第二,宣揚尊重平等 學校作為社會縮影,不單要提供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 更加肩負著培養學生正確價值觀的使命 隨著社會進步,平機會,反歧視法例相繼出現 反映現今香港社會注重保障男女平等,尊重他人 而在學界,種族平等與校服指引都強調 校服移用標準應該棍等地套用於男女生 但可惜的是,中學仍然對學生實施法禁 規定男生女生只能有固定黑板的性別形象 例如說男生只能縮短法等,根本不合時宜 平機會行政總監朱崇文指出 性別定型對社會影響深遠,需要從教育著手解決 學校是教育的重要場所,校規是塑造學生成長的手段 但法今卻鼓吹性別定型,又何來達到平等呢? 學校作為學生全人發展的場所,不單不尊重學生多元發展 更加懲罰發營不達標的學生,又如何達到學校角色中的尊重呢? 廢除法禁,才能令學生實踐尊重他人,符合學校社教化的角色 多謝各位 正方主編發展時間為4分01秒,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接著就是反方主編,你也有4分鐘的發展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請問,請問聽不聽得清楚? 是,聽得清楚的,準備好,可以分我示意 打聽不聽得 Human accessibility 能簡單跟全當主編,留言 因為你們不太收到 감사합니다 還好,連絕對這邊並不分我深入 有没有可能你走近一点的心装置? 什么?听不清楚? 现在可以试一试咪? 试咪试咪试 是,听清楚的 那现在,你准备好,可以重新试试 准备好 休息一下,想要更多,听清楚的 试咪试咪试? 有关同学,今天很担心 法冧会带来男女原型版的状况 我方从来没看到男主 Mary不要偏重头发 女主 Mary不可以拍拦头发 我方坚持的是一个不辨化不研发的大原则 男主乃想偏重头发,没有问题 只是要和女主一样,有法要插起头发 那只研发这样一部分 既然男女原型版的状况解决了 有關同學是否自己都認為 實施法禁是合遲而的呢? 主席 請問有個謀再說 大家好 早前香港英雄男學生因為被投放要求 只對長頭髮而向平機會作出申訴 因而揭起對法禁的討論 平結法禁公平思義就是對頭髮外形定下的一切限制 而我方就去出議以不典法不典法 以禁法大原則而合遲而 根據國語詞典是適合符時代空氣 適合當代需要 故知今天有一幫同學需要正立面題 必須要論證為何作為一位中學生 完全取消法型上的所有分析 其實會需要及符合時代空氣 根據安障人力資源顧問總經理 周耳平曾經指出 帶著七彩法式建功會產生反暴作為不合群的感覺 可見一個原始黑色端章的法型 是代表對一個場合的基本追蹤 反映以時社會風氣對法律仍然有嚴格要求 我方的物行領面題的標準在於 實施法及能否符合中學的教育宗旨 和對學生帶來學習上的悲憶 第一,實行法禁可以比成教育宗旨 有助學校履行社交法責任 根據教育局指引 社交法是中學重要功能之一 確實要學生套過 合作同時扮演社會上不同角色的過程 培養學生有良好和符合社會規範的態度 觀念和行為 社交法喜歡賴儀性規則 看到人的服裝容貿規範 將學生從圓性出奇 容易有訪伴特質 以後作為含接社會的同僚 理應建立一定的規範 讓學生明白 社會收入我們具備的禮儀和態度 一旦假除法根 無疑是影響學生染頭髮 間接傳遞給學生聽 社會社會沒有任何法根犯罪的錯誤信息 現實上不同的場合都有特定的打扮要求 例如公務員、醫護人員、律師 都需要保持整潔的打扮 不能夠飲出顏色的頭髮 甚至面試、變功 應該以頭髮最如此的顏色為皆 最主要的學習場所 來應透過校徽給同學 實質尊正確實的形象 同時給多值錢教的學生 而用打扮的中腰聲 另一方面 中學作為一個嚴漆學習的地方 學會的範疇更加使用 學抱著一個應有的莊嚴的態度 尊重學習的地方 第二 法根沒有了學生學習 甚至影響學習 解除法根沒有了學生學習 甚至影響學習 除了任何社交化功能 亦自力提供一個量好的學習 還要讓學生專注學習 正因為青少年甚至最後成熟 一旦解除法根有關頭髮的造型 進不守限制 他們將會穿著明星 將頭髮驗證 或者展成 於偶像相同的形作 令到其他同學 唯一得到貧乏的認同 而從中 造成學習以外 非必要的厄力 更加會因為攀比心態 將彼此頭髮的造型 作比較 浪費時間打扮 令到同學 無法專心於學習 另一方面 亦會因此 令到青少年價值觀扭曲 令你專注於外在美 而迫了內在美 和知識的建立 同時 解除法根 校規會有 操縱利盈的效果 嚴重破壞學校秩序 如果今天解除法根 不跟隨社會規劃 校規會容易解除 學生就會開始挑戰其他校規 造成難以學習的環境 尊重影響學生品德上 和知識的學習 最後想問一下 高同學 學生念綠色波波頭 彩紅色爆炸後 還不符合學生破數的形象 可不可以上學 多謝各位 反方主編發言時間為3分56秒 沒有超時 無需奏分 接下來會是台上發問環節 請先由正方快出一位台上邊緣 向反方主編提問 發問時間為1分鐘 之後反方主編會有1分鐘時間準備 然後有1分鐘的作答時間 提問和準備一樣都會在限時到達前15秒 有1火力量提示 提 時間到便會有2火力量提示 提 提 業主對打到反方 派出一位台上邊緣 向正方發問 請評判注意填寫分數的次序 反方分指第一格 發言順序是回答的分數 第二格 才是發問的分數 現在有請正方 派出一位台上邊緣發問 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 準備好請看我的試衣 大家好,有方主便跟我們說什麼叫發禁,有方主便說的,是說頭髮外形所定立的一切限制,但今天似乎在右方眼中有些的發禁就叫發禁,有些的發禁就不是發禁,是否即是代表右方都按著時代趨勢,因時制而助呢? 還有我想問,現在我們學校都規定我頭髮不能夠光美,都規定我迪老師不能夠過耳,不能夠貼到衣服的,我想問這些不叫發禁,叫什麼禁?多謝各位! 正方發問時間為26秒,接下來反方主便將會有1分鐘的準備時間,準備時間開始,叮! 謝謝! 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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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很感謝有方同學的問題 有方同學剛剛問我們說 光微頭髮頭髮不可以碰 頭髮上來發禁 我剛剛從來沒有說過 你們不是發禁 我剛剛一直在說 頭髮外形中所定的一切限制 當然你的頭髮 你的頭髮不可以光微的 發禁吧 如果學生不是在學校學到發禁 後髮光微這些是潔淨的問題 如果學生不是在學校園 原來後髮光微 就是會有潔淨問題 就是一個 那學生會是哪裏 我就知道 有方不可以將一丁點的發禁 一丁點的原因 就是因為頭髮不可以光微 就當成是吹發禁的原因 反方主編的答案時間為51秒 沒有超時 接著輪到反方進行提問 請反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員發問 你有一分鐘的發問時間 準備好請向我示意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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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聽不聽到 是聽得清楚的 準備好可以 說聲可以 可以 聽 大家好奇 有本來今天聽人有本來開電 有本來就一直和我方說原來有性別歧視 的擔心 但我方主編已經出來答他有本來 沒有問題啊 男生流長太白沒有問題 就像女生一樣摘起來 依然有發禁就可以 但今天這個發禁這個性別不平等的問題 就是要發禁中的其中一部分 因為我今天操場 麻煩出來論證 為什麼因為這部分 就可以說整個發禁都合適 因為我麻煩出來論證 謝謝各位 現在正方主編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現在開始計時 叮 請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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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丁丁丁,准备时间结束,现在请正方逐遍回答,你有一分钟的作答时间,准备好,请看我示意。 是吗?是吗?听不清楚? 是,听清楚的,准备好,可以说声,可以。可以。 可以。 大家好,谢谢有方同学的提问,其实今天有方很矛盾的,刚才他跟我们说,性别歧视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因为流长法是可以的,这个不是法禁,但你的标准告诉我们,头发外形定立的一切限制。 现在学校不让我们限制我们,男生不可以留长头发,为什么?这个不是法禁,你的标准,你的定义在哪里,你完全没有解释清楚了。 之后,答问题的时候,有方又矛盾了,跟我们说,头发过长,眉毛,头发超过了,这些头发过长,就是法禁,突然头发过长,又是法禁。 那么,究竟你的标准是怎样呢?还有今天头发过不过长呢?不是有方觉得,啊,是过长,突然间不是过长,是过长。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呢?是林同学,就是今天我方所说的,她头发过长之后,她去评论,说这个是法禁。 因为这个学校对她头发长度是,这个她说是法禁,她说是性别歧视。所以有方根本从来都没有解决过问题。有方觉得应不应该因时制而去讲。 在 Reese, Peng。恭喜doing very clear,谢谢各位. 我想,在汶輪集结束,分 Campus call, has asked for the expectation片, 现在有请静方第一副面发现,没有三分钟的发现时间。 wag praying,可以向我们视因为。 請問聽得清不清楚? 想請正方主便,正方一步可能貼近一點,因為有一點小聲 請問聽得清不清楚? 是,可以的 準備好,可以說聲,可以 可以 各位,大家好,其實聽完友方開辯的發言 其實不難發現友方到現在還是不清楚學生的需要些嗎? 不了解社會究竟追求些什麼? 導致今天犯下了以下的誤解 第一,今天友方很矛盾 今天友方開辯就跟我們說 表明頭髮長度並不會涉及不在法感的討論範圍之外 剛才台上發問又跟我說 其實長短頭髮都是法感的一種 所以今天友方究竟對於法感的定義是什麼呢? 其實今天便題所說的法感 就是指對我們頭髮所設的一切限制 理應包括針對頭髮直髮、曲髮、染髮等時間的措施 以及針對男生留長頭髮的法感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近幾個月來 就多了很多留長頭髮的男生對學校發感的不滿 就好像黃花林中學和天曉維 循道維中學的兩位黃同學留長頭髮事件 所以才催生了這條變態 所以今天友方已經退了 友方今天一出來就跟我們說 他們同樣不贊成 規定頭髮長與短的發感 其實在代表什麼呢? 就是代表其實隨著時間在推移 社會大眾對男生留長頭髮的黑板印象已經逐漸消退 是更加說明了 其實友方都已經開始明白到 學校是應該尊重學生的多元價值 讓學生有自尊小責權 所以就允許男生留長頭髮成為波 其實既然今天友方允許不向學生的頭髮長度之間 我想問友方 染髮、電髮為何要成為例外 繼續受法禁規管著呢? 請友方解釋 第二,今天友方就說 學生要樸素 其實今天友方忽略了什麼 是學校應該要擔任的角色 其實今天友方都會說 學校在培養學生價值觀的地方 在培養學生正確價值觀的地方 更加是社會的縮影 想問友方 其實現在社會究竟在追求什麼呢? 社會索出是否跟我們說 男女應該平等 是否應該要追求多元價值呢? 如果今天社會正在追求這些價值的時候 今天友方要強制私家一些限制 去我們的法型身上 想問友方 又如何體驗社會正在追求的價值觀呢? 第三,友方今天就說 取消法可能就會引起學生的攀比心態 影響學習 按照友方的男生邏輯 其實現在都會有同樣的情況發生 以留長髮為例 女生可以有不同的長度 她們可以扎不同的邊 可以用不同的髮圈髮夾 想問友方 這些又會不會造成比較呢? 我們戴口罩都一樣 我們戴口罩可以戴紅色口罩 可以戴紫色口罩 可以戴紫色口罩 想問友方 這些又會不會造成比較呢? 友方是否今天 因為連我們口罩的顏色都要施加限制呢? 其實事實上 今天只要一有差異就會有比較 友方要避免比較 其實最好的處理手法 不是應該每個人都橙光頭 每個人的髮型都一樣嗎? 如果今天友方非要做到這麼極端的話 學生的多元價值又如何體驗呢? 要知道的是 學生並不是劃力的產品 我們全部都是有血有肉的個體 每個人的個性需要都有所不同 但假如今天友方連學生選擇自己的髮型權利都要批判 又何來尊重呢? 況且今天友方究竟有什麼證據顯示 其實髮型的不同就會影響學業呢? 影響的嚴重性又有多大呢? 友方今天通通都交代不清楚的時候 又如何反正變態呢? 謝謝各位 正方第一副辯發言時間為3分03秒 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接下來有請反方第一副辯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先試麥 試麥,試麥,請問聽得清不清楚? 想請反方的,負面大聲一點 試麥,試麥,請問聽得清不清楚? 是,清楚的,準備好,可以說聲可以 可以 再次各位,一副位置先說定 我一出來就說什麼? 今天呢,要和合社會 所以要配合社會發展 我想問,因為我其實完全沒有說過 社會發生什麼時候 都想問,我不明白你想說什麼 而這件事就說的時候 今天你說,哦,學生需要些什麼? 社會需要些什麼? 我不清楚,我們知道今天我們看到什麼 我們今天看到公務員、律師 他們一出來的時候 他們不可以去點一些特別的發言的時候 這些就跟他說,社會需要些什麼? 學生,透過這件事又需要些什麼? 然後,學生也很誇張 我們不保持這個尊重和平等 哪裏要看清楚?其實是誰是誰非 我們今天前面講的是什麼? 現今香港中學對於學生實施法禁不合事件 而我所說的是什麼? 我今天看到是什麼? 其實所說的是所有發言上的限制 男生就說需要長條發好問題 但他還是按法律而對中 所以我要庫微過意 這些全部都是例子 而這些一定是什麼事 其實不是整個法律的全部 而現在按照片頭所說的是討論 是否應該對學生的法律 是有任何一絲的限制 而今香港所說的 聖騙、黑板印象這些例子 只是發更多一部分的時候 那不如告訴我 是否今天一個規條的不合事宜 就等於整個法例都要取消 所以學生只能夠去解釋到 所有的發言、內容都是不合適 所有這些發言的規範都要取消 才能夠正立任何的面談 是成立的 所以在正立的時間 應該要解釋 為什麼整個法根 所有的內容都不合當 都不合適 才能夠說得清楚 就說各位 站在第一天收到面談的時候 我在想一個人的頭髮 是否真的這麼重要呢? 聊一聊 然後發現 大家這些端莊的兒容打扮 其實要理解 全部都是來自學校的教導 和規範 如果不是學校 靠著一個人的頭髮造型 可能以後 我也不知道 原來不可以 因為我想 染個綠色波波頭 染個金色的波浪頭 染個爆炸頭 去變工上班 其實今天中學 在社會上面 是有一個很重要的特殊地位 和定位 作為學生 踏入社會 和成人來之前的教育廁所 中學肩負著的是什麼? 是重要的教育意義 和社教化責任 一直以來 社會會將學生 要和純學畫上等候 為什麼? 是因為社會需要的 除了在一個學生的能力 更加重要的是什麼? 是它的基本的態度 和復衝 之間的合適的行為 而這件事就是什麼? 就是端莊的義勇 正正可以去張建 我們一個正面的態度 一個合適的態度的方法 那想問 如果今天 我們連學校都放進去管 放進去教學生 這一種 適合社會期望的行為規範 試問第二天 這一班學生 還會適應到 這一種無名言規定 約定俗成的社會觀念呢? 多謝各位 聽聽 軟道 暫時 致意 反方第一 負面發現時間為3分03秒 沒有超時 沒歲扣分 接下來有請正方第二 負面發現 你將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 可趁艦示咪 請 請 KITS,各領導也計一下 KITS,各領導也計較可 Cuomo, 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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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 聞聲音聽清楚的,準備好可以,說聲音可以 是可以 大家好,一切由定義去看 今天對於髮禁的定義,有方全場都轉來轉去 有方主編面影的時候一開始講得很清楚 就說頭髮外形定立的一切限制都叫做是髮禁 對,所以今天留長頭髮都應該是髮禁 因為長頭髮就是一種限制 所以去到有方後面有退,就說留長頭髮都可以,可以給 代表就是有方覺得有些髮禁就可以,有些髮禁不行 但留長頭髮的確是非常不合適的 所以有方是容許他留長頭髮 有方覺得有些可以,有些不行,雙重標準 有方就說,那麼雜邊,男生留長頭髮沒問題,雜邊就可以了 雜邊正正都是一種限制 所以有方全場對於髮禁的定義,都是不斷矛盾,不斷轉來轉去 再看有方的兩個論點 今天由學校和學生兩個層面去看 先看有方第一個論點講學校 有方就說,學校的教育中置是要幫助他社交化 有方同意,我們就要看社交化,幫助他適應社會 我們要看現在社會接受的是什麼,現在社會的價值觀是什麼 有方就說,有一個社會價值觀覺得染法、電法、留長頭髮是反叛的 是不符合社會禮儀的 有方覺得很奇怪,有方這個論證是怎樣得出的呢? 有方從頭到尾沒有舉過任何數據 所以要跟我們說,社會究竟對於法禁有多少人覺得很反叛 有多少人覺得是不符合社會禮儀的 事實上現在很多老師很多大人都有念法的 是不是這些老師他們全部都是反叛 都是違反著社會禮儀呢? 大學生都很多有染頭髮,可能有啡色、深灰色的 是不是他們也是很反叛的一種象徵? 是不是很不符合社會禮儀呢? 不是,所以我們正正看到社會大部分人都有染頭髮 都有對自己的髮型有任何規範 社會並沒有覺得染頭髮是一種很差的代表 所以最後要說社交法的話 現在社會覺得頭髮是自己身體部位的一部分 社會都覺得應該給自己的頭髮有任何造型的自由 第二個社交法就是現在社會還在說什麼呢? 現在社會同意說就是追求一種性別定型 我們不應該有一種性別的定型 例如這個不單是我說的 是教育局那份種族評論要下復指引裡面說明 學校訂立而容是不應該塑造成性別定型 所以如果你說要社交化的話 你不如融入社會的話 你正正是應該要廢除現在社會這種性別定型的觀點 現在社會是不接納這種性別定型 你說要社交法你正正是應該要廢除法 才能夠做到你所說的社交化 這是第一個論點 最後有方第二 有方說從學生角度出發 有方說學生無助學習 有方說幫不到學習 我覺得很奇怪 如果頭髮之後如何令我學習的效能低了呢? 有方說比較 按你的邏輯其實一切有不同的都會有比較 例如我現在戴著一個這樣的口罩 一個深灰色的口罩 我都會跟別人說你戴白色口罩是否有比較呢? 但按你的邏輯的話 如果你覺得有不同的就是比較 有方的終結立場就是覺得所有東西都要統一 眼鏡的形容是眼鏡的要同一 口罩要同一 所有東西都要同一 同一發言就不是有比較 這是否有關的立場呢? 多謝各位 反方第二負面發言時間為3分04秒 沒有消息 無稅扣分 接下來有請反方第二負面 你將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 請先試麥 試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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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不聽到? 是 聽得清楚的 準備好可以掌聲可以 可以 可以 叮 主題評券飲來在座 各位大家好 今天香港說話就說開放了 不論社會對於法形法式 依舊都是如此保守 即使不去工種 都需要以順庫簡單的法式上班 就算明明會影響她的工作本身 例如律師演了紅色頭 都可以怎麼說的話 醫生用菜色頭都可以救到人 但他們今天就是不可以 因為染法被人不專業不尊重的感覺 除了不同的職業 帶著一同位舉止 原來都是告訴我們 染法是被人不好的印象 首次我們習慣叫染中色頭髮的 做金毛 家庭見到一個學生 平混亂會對他癡之以鼻 更和諒染彩色頭呢 是不是為了滿足青少年的 這個所謂的混合時代需要 就要將這個社會 根本不接受的 你一套事實所隱瞞呢? 其實今天一出來 就和我方說會回來的 其實也有任何承認 因為這件事故身都存在的問題 但我今天就和我講 原來以前和現在都有承認 所以我們就取消法禁了 其實我們不懂其他事情 我今天就知道 取消法禁是只會加強這個問題 影響確實 其實來到嚴負位置 我今天只是不斷和我方說 原來因為不准留長頭髮 所以我們就要取消整條法規 但是擔心性別歧視有問題 譬如說我今天我方由主電到一普通 你講了 因為性別問題這個東西是可以被解決 雙想反正就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什麼其他問題 影響是可以論證到原來整個法禁 包括全部的法禁都是不合時宜的 影響其實都是在認同我方立場的 就是想不到法禁還有什麼不合時宜 所以只可以接著一些冰沙櫃的例子 尚寫到雞蛋去揭開 那些很小的問題就嘗試判回法禁 但是如果今天論證 便是需要論證法禁本身整體 除了這條之外 是毫無意義 而不是執著一條細則細面的問題 有本來今天也溫暖和我方說 因為學生要選擇 所以要有自由 但是有本來很好笑 也都今天自己和我記憶說 學校是寫一句屬形 但是今天如果他們因為所有的選擇 所有的自由 所以要取消效規 請問有本來這些學生來做社會 是不是可以廢除法禁 這件事根本不合理 現在香港就算人人說的 人人自由 但大家身邊都會有對自己的行為規範 你不可以煽脱別人的家 也都不可以殺人 我方今天只是把自由的界線說清楚 有本來講到尾 都是不需要有效規來說 將效規來盜明說出來 其實三百年都應同我方的拉出來 有本來都很好笑的 跟我方說 台灣為什麼全面解禁 為什麼香港不可以 但是原來我們說的數據 原來在台北市議化研究發現 原來有九十多巴士的公司 學生在教貨解除法禁 仍然對學生建立執行法禁 那說明了什麼 說明了原來台灣社會的共識 也都是認為法禁 是可以帶給學生 一個正面的影響 所以才會繼續執行法禁 所以今天跟我說台北市議化 也都完全不成立了 多謝各位 反方報道後面發言時間為兩分五十九秒 沒有超市 無需扣分 不好意思 主席 不好意思 我是評判施力龍 剛才我不知為什麼 突然淡了出去 轉了線 但是我整個正 剛才是不是反方而負 應該是火空同學 我整個反方而負 我都聽不到 我只能聽到進來的時候 只能聽到他 多謝各位 是的 真的不好意思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跳他出去 我都立即打了給 就是負責傳分子給我 那位同學 但是可能他錯過了 好 問題 請問三位評判 或者正反雙方的同學 答應不贊成 反方第二部電同學 重新發言 我有點怕 這個不是很公平 但是可能要真是上討一下 不好意思 不知為什麼突然打了出來 不好意思 有加入派遇中學 負責老師 我想問 因為比賽是有錄音的 那會不會之後 可以看回錄影的錄影呢 是的 謝謝老師 謝謝你的提議 我沒有所謂的 我之後再看回火空同學 因為他應該是反而 應該是最最後一個位 但是我 先聲明 如果我這樣做的話 有機會等下 政方 或者是 台下法文 或者是 結辯的時候 我可能有機會 會不太知道 是否真的 反方二夫 有這樣說過 是的 我沒有所謂的 如果大家容許我 這樣去彌補 就是 我先聽完 之後的法文 之後的結辯 然後我最後 後來就補 聽回法方二夫 我也可以的 雖然這個方法 就是沒有辦法 之中的辦法 我們將會在賽後 將比賽的錄影片段 傳給評判 不過 因為 錄影片段 不是 即 比賽完 立即會有 所以 相關的分數和 相關的賽果 可能會延遲一點 才公佈 不知道 雙方便 還有這麼多評判 有沒有任何疑問 我想問 如果現在暫停了錄影 讓評判聽了 才會不會 可以這樣做 即是因為我怕 評判對於之後的發言 可能 不太清楚 即是沒有了一個 副位的內容 因為 這個錄影片段 是在Zoom 錄影 所以一定要 結束了這個會議 才會 會出到這條片 所以應該 沒有辦法 可以即時看得到這條片 或者這樣 因為我覺得 這個也是我的問題 不好意思 再說一次 如果可以的話 我會推薦 繼續比賽 因為我對於 各位同學的內容 其實我都會有信心 抄得足 由正主 到正義 發生什麼事 我都應該知道 如果 我唯有 向大家的信任 如果你們信得過我 的話 我就繼續去 我之後聽回反義 我也不會說 因為反義 反駁了正結的事情 內容上 而去扣正結婚 或者加正結婚 我只會記得 總之我當自己 在反義裡 開始聽 麻煩評判 我們現在繼續比賽 現在會進入台下 發問的環節 雙方都會各有兩輪的發問 現在有請正方 派出一位台下便宜發問 請你開啟鏡頭 並且先試麥 請問 聽不聽得清楚 是 聽得清楚的 你將會有一分鐘的發問時間 準備好嗎 可以說聲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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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友方今天整場都非常著重 社會的規範 又說要培養學生的純確風氣 友方是否想所有同學的樣貌 都一色一樣 相同的法式 扼殺了所有的獨特性 友方才滿意呢 為何友方還要以貌取人 認為電影法則等同於 沒有了友方所說的禮言 和良好的態度呢 多謝各位 多謝各位 反方現在將會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現在開始計時 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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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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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辩题不是说现今中学允许一小部分发禁 辩题从来不要说一小部分 辩题是夺处法禁两个字 说的是所有形式的发禁 你以防也要认识是合时的 所以有方不能够流谷辩题 一小部分的发禁不行 一小部分的发禁不行 有方没进到你凡方的认识责任 是专专避开了 而有方今天会知道 所以会流谷辩题 有方今天不能够流谷辩题 将发禁说到一小部分的发禁 多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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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 男中學中五學生林同學因為髮型違反校規而被懲罰 校方為令林同學服從指示 不允許林同學參與課外活動 甚至在醫療室上課 電眼頭髮走一次上課時使用藍色筆 黑色筆一樣根本對學習進度沒有產生任何的影響 有方同學請問為什麼電眼頭髮 又會對一位學生的學習進度產生影響呢? 謝謝各位 展方現在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開始計時 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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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時間結束 好 現在有請反方派出位便員回答 你有一分鐘的作答時間 準備好 先試麥克風 試麥克風 試麥克風 聽不聽到 聽得清楚的 準備好 說聲可以 可以 定 都是這麼久的問題 有時候跟我說 計劃比不會影響讀書 但有時候我聽清楚 我幫主編的論點就跟你說了 第二 解除法的無助學生學習 甚至影響學習 有沒有聽到我方說 我不如試想像一下 今天如果是一個學生 我看到偶像染了一個彩色的爆炸頭 我跟著染了一個彩色爆炸頭 用了一千元 我看到我動漫裡面 龍珠裡面整成的頭髮 我覺得很好 我又去著一個龍珠的頭髮 我又用了一千元 今天是否學生浪費了精力 時間和金錢在這個上面 我問回音樂轉圈 是否以後音樂都可以打算 這個握殺的旗號 跟學生說 你有選擇權利 那全世界就可以 不用教授任何的社會規範 因為自由 這個是否其實就是一個不負責的做法 你今天不教學生 你何時要教學生自由的規範 謝謝各位 現在有請反方派出一位台下變員發問 請你開啟鏡頭並線示麥 示麥示麥請問有分 聽不聽得清楚 我想請你大聲一點 周圍就有一點收音 示麥示麥請問有分 聽不聽得清楚 是 清楚的 你接拍來將會有一分鐘的發問時間 準備好可以說聲可以 可以 聽 對各位 有分全場都不貼地 說電話演發很普遍 但第一 社會根本不是 不同公眾都有嚴格要求 第二 去一萬步社會可以 中學生是不是就可以呢 有分無論證清楚 社會可以玩電話 那學校是否就可以玩電話呢 想問有分同學 你說要教學生尊重 那用不需要教學生尊重 不同場合的要求呢 謝謝各位 謝謝 正方現在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開始計時 定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问听得清楚 是清楚的 准美好可以说声 可以 可以 定 各位大家好 想多谢有方和我的提问 有方说我方不贴地 但其实今天是有方说要社交化 你说学校是有社交化的角色的 那我们社交化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将学校融入社会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就是因为学校是社会的缩影 那我们就是要 就是现在你看到这个社会可以染头发 就可以融入到 而且我们现在说的是什么呢? 现在他们没有做错事 他们拿回自己应有的自由 就是有方就说 就说玩电话 你是不是都给学生玩电话 但问题是我们现在看到是上课玩电话 会影响学业 但问题是你染了头发是不会影响学习 台湾废法禁后的研究都指出 八成的学生认为法刑对学习毫无影响的时候 根本两者没有可比性的时候 为什么法刑不可以呢? 是有方法刑一定 为什么要规定学校的法刑呢? 多谢各位 学校分文网节结束 现在是结辯准备时间 双方结辯将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 现在开始计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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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开音 我们在开音 刚才再来 这次 鑫的 不可以 我们在开音 那我们在开音 准备时间结束,现在有请反方结面进行发现,你将有4分钟的发现时间,准备好,请先试米。 试米试米,请问听清楚。 可言清楚。 试米试米算之谓。 又逐一选改变明аментиров, 现在吧! 8次方面, 因为今天学校的宗旨 他教到学生大学社会经有的规范 从来都没有变度 序格位比赛来到尾声 刚发现今天有方和学 根本连变题都没有审视清楚 今天有方和学由主编都以乎 都正在和我方认证 为什么今天应该要解除发生 出现了变题重要字眼不合示意 有方和学没有认证过到底 今社会的风气发展和环境 为什么不适合对香港中学生 实施发金 眼光很短暂的 相反 我方今天比有方看得更深远的 我方看到今天社会需要我们对比什么条件 需要学生对比尊重场合的能力 有方和学看不到更重要 我们先看今天有方同学到底讲了些什么 有方同学很有趣的 将发金和声秘歧视画上的等候 有方同学出来和我们讲 这些发金当中这么小部分的规条 但我方今天已经消除了有方同学的疑虑 有方为了这小部分 我方已经讲了可以通过声别其事条例解决的细节 就帮起了整个发金 帮助其他发金 例如摸发烟花 甚至波微等等的规条 私而不见 为什么 因为今天由方同学到制度 发金这些发金是需要实施 是合时的 再讲 由方同学今天认为中学生可以以自由 是尊重之力 除消发金 将自由力隔于一切 但坦白今天社会以自由之力 撤除了法律 对失效了法律作为社会规范 还以为持社会秩序的目的 同样的 今天的大议自由之力 除消发金 到失去学生的教育目的 连最基本的尊重都学不到 有方同学在台下法院跟我说 今天发金是会骗上中学生的特性 但我方已经强调 到底今天是否可以发金是唯一途机 令到中学生可以保留他的特性 有方同学今天好片面 为了这些不知道能不能做到这一步特性 而放弃了中学生去学习 尊重场所的机会 是否值得呢 在各位 大致一个社会 小致一家中学 每一条法律 每一条校规 背后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校规的意义 除了令到学生尊重 学习这个场所 更多是令学生提前 适应社会生活 延传新教 这样让我们学习社会到底人的推翻 今天我们会以自由的名义 去解释发音 明天就可以以方便学生为由 不需要再继续校服装学 那到底校规存在的意义又是哪里呢 观吹自由 而牺牲背后的学习意义 又是否真的值得呢 一条校规 可以轻易解释 其实无疑是向紧正处于青春体 有反叛生理的学生本书 在错误的理念 并以为校规可以轻易取消 甚至乎换来他们对校规的漠视 但其实无论是书本上的知识 这个是一个人应有的态度 从来都是一句说话 一句提点 就是可以教识学生 学生的责任就是要提出一个正确的环境给他们 令到他们潜意密发 同时明白教育背后的理念 和用苦良心 这个才是这个世代应该有的教育 多谢国礼 反方结变发言时间为3分56秒 无超时无需求分 最后由正方结变作结 你会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 所以请先示例 准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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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声 可以 可以 准备好 来到辩论的尾声 要讨论辩题 我不妨从辩题中的三个字眼入手 第一发禁 有方说到 有方其实今天的立场很乱 不断跟我们说 法禁是包长短 有时又说不包长短法 其实有方今天的立场是怎样呢 你不清楚 有方有一次提出了一个规定 就是说 法禁是一切的限制都应该包括在内 所以其实如果有方觉得要包长短法的话 其实你已经是 如果有方觉得包长短法的话 其实你就已经 完全忽视了我方今天一直提倡的自由 平等尊重等等的条件 如果你觉得不用包长短法 究竟为什么男生长头发就会成绩差 现在长头发的女生成绩是否都是好杀 都是坏学生呢 方中的因果是怎样 有方无论证过 其实有方已经重复了很多次 台湾已经告诉我们 其实有八成的学生认为 发型是对学习无影响 事实上 现在有方正是要求男生剪短头发 女生留长头发 就已经造成了差异 令学生出现了比较 有方又要怎样解释呢 其实无论有没有规范 比较都会出现的 有方又说他们就会追随明星 有方是否要反对一切的广告 明星效应等等呢 其实我们每个人用的书包 笔袋口罩都不同 按照有方的逻辑 要倒着比较就要划一 就是我们要怎样 用一样的书包一样的笔袋 这样做又是否合理呢 将每个学生都塑造成一模一样 一样的人 并且是违反教育的目的 有方又说到很难听 就说没有发禁 就会令学生的价值扭曲 破坏秩序 甚至令他们只着重这个爱在美 忽视内在美 其实有方今天认为发禁不合适 并不是要他们只专注罚刑 又要给他们应有的自由和选择 所以有方今天是你自己要论证这一点 你要提出数据和权位去论证 今天有方是完全没有 一切都只是建议有方的空想和极薄弱的推论 其实有方的脑中一直都对学生 有种很不合理的既定印象 有方又说 学校是社教法的场所 我方不否认 其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国际性教技术指导官要提到 教育是要探讨性别定型 性别倾向性别认同 并且为学校营造一个更加性别友善的环境 并且中大之外是港师陈瑞明都说到 教育的首要目的 是要培育和发展学生的自主 尊重他们的独特 并且让他们选择自己有价值的事去做 有方坚持去实施法禁的话 又如何符合以上教育的目的 如何尽度学校的责任呢? 所以学校除了要传递知识 都要被学生追求自己 尊重他人 不能以貌取人 有方坚持实施法禁 根本就不符合学校应该具备的功能 你还说一套做一套的做法 合理性何在呢? 第三,事业 有方今天说到 其实认不认同 首先想问有方今天认不认同 当世的价值是要平等、自由、尊重 这些究竟是有没有错呢? 我们今天看到是什么? 96年评纪会成立了 反歧视条例出现了 性别歧视条例成立了 这些就是有方所说的 当世现象、社会的认同、社会的发展等等 再者,根据国家教育研究院指出 克服事业 说的是 当要因应时、地、事、各种条件产生的变法 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 当社会越来越将尊重差异 接纳不同、平等对待 视为普世价值的时候 有方说的法禁又如何符合当今趋势呢? 人的指纳程度是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改变 有方又是否觉得法禁要一成不变呢? 事业变境、环境变境 一切的事都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有所改变 现在社会就是有这种追求 自由、平等、尊重的趋势 要对跨性别人士逐渐开放的时候 香港就应该要与时并进 从事想作出改变 摆脱社会上既有的错不定义 放眼未落 多谢各位 正方借面发言时间为4分07秒 无签示、无需扣分 比赛过一段落 每人将会和同伴稍作联络 处理分子的问题 但为了把握时间 我们也想请三位评判进行评语 现在有请盧宗华先生 为双方的表现 你好,大家好 各位老师 各位前辈 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赛という信用ハ Ellen 对外来riaria开票 是相对的 现在会传播放内容 b ismr 再給評判那位評判那些人 不好意思 好 謝謝 謝謝 不好意思 評判 不好意思 謝謝 謝謝 針對這一場比賽 我覺得有一些 facts 大家要來聽一下 就是針對時宜 我覺得雙方的定義都非常清楚 正方的定義就是 現在的時勢 就是多元文化 反方我覺得現在的時勢 其實文化都不是那麼多元 但是我覺得針對這個事實 雙方站得有點太硬 令到有些問題大家回應不了 因為現實這個世界 的確是雙方都對的 就是沒有哪一邊說是絕對對 沒有哪一邊絕對錯 其實雙方的一些 針對現在的時勢都是有 所以有些問題大家就很難回答 因為站得太實 而我覺得更加好處的方法 應該是找一個中間位 找一個折衝位 這樣會令到大家可以 應對一些問題 我可以講一下 正反雙方 我自己覺得我比較著重的東西 在哪裏 我評分的準則在哪裏 先講反方 我覺得反方 他們做得比較好的就是 他們對於主線的鋪排 是比較完整 而且延伸是比較多的 但是他們做得不好的地方 其實就是在論點的推論上 例如是第一個論點 他們說要透過法禁做到社交法 先不論其實社交法 為何是法禁去做 還有其實如果你禁了 即學校禁了一件事 不代表那件事 就已經完成了社交法 情況就好像以前禁了很多學生研發 但是上大學之後也有很多人研發 所以不太明白為何社交法 就是透過禁去完成 也不太明白為何禁了 就等於社交法 因為應該是一個全社會 一大班人一起做的事 所以這個推論是欠奉的 至於第二個論點就是關於學習 更加難說是站得住腳 因為在正方的一些資料攻擊下 甚至乎到後場已經沒有怎樣回應 學習成效的這個論點了 所以我覺得反方的主線來說 在這兩個論點的資料和推論上 邏輯推論和資料上都是未足夠的 至於正方呢 我覺得他們做得好的地方就是 其實他們的論點比較簡單 就是邏輯比較直接 就不需要像反方那樣 他們要求做到一些很高尚 很難拔的目的 要求教學生什麼叫尊嚴 什麼叫尊嚴 什麼叫尊嚴 但是我覺得他們做得比較不好的地方就是 先說好 就是我比較喜歡正方 捉反方一些立場的問題 做得非常之好 例如其實他們捉到反方 他們的願景 其實根本就不是發那麼簡單 是要像以前台灣日治時期 以前清朝那樣 就是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標準的頭髮 才是一個更加做到他們的效果 就是你教學生什麼叫尊嚴 其實不是給法禁他們的嘛 而是要給一個 模特兒的法領他們去跟 那那個法領就叫尊嚴 就是就算你說學生的法領 不能長過眼眉 長過後尾就好了 其實他們都可以很貼的嘛 所以其實 的確反方的圓景底下呢 其實他們想做到就好像北韓那樣 就是有幾個很莊嚴的頭髮 給同學上學去選擇 這個就是他們最好的圓景 的確影響學習也是 就是其實根本上 你發禁這件事 只是減少他們花的時間去做一些造型 但是其實他們依然是可以花很多時間 在有限的發禁空間底下 即是不違反發禁空間底下 去做自己想做的造型 所以其實呢 如果捉到這個立場 反方的確是難回應的 而且他們主線是有這個陷阱的 但是我覺得正方做得比較不好的事 就是其實他們沒有把整個主線延伸得很深 譬如是什麽呢 譬如是 而且他們是沒有解釋到 我覺得今天這個正方 似是說法禁這件事本身是錯 而不是說他是不合乎時宜 是的,因為他們沒有說到 其實為何以前會禁 現在不需要禁 即是對比沒有在 但是這個也是小問題 所以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大家的主線 就是因為你的 你的事宜 鋪排得太實了 就回應不到對方一些很重要的問題 譬如整方回應不到反方 一些現在的確健康上 社會上不是 有些場合不是很接受 不是真的那麽多元 那麽開放接受到不同的法應 是的,我覺得這些就是 這個社會的獨特地方 就是它不是那麽絕對 而是有很多地方給大家可以 心象 這個就是我的少少意見 少少評語和我的評分準則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謝謝 謝謝盧中華先生 現在有請觀眾朋友老師為我們進行成語 Testing,Testing,聽到嗎? 是,聽到清楚的 好,那先祝各位中秋節快樂 那,我覺得兩邊有個問題 都要提到的就是 你們兩邊都有個意識在每一次結辯 每一個人說完之後問一些問題 但是對方都是沒有回應的 但是你們要認識的 就是問回對方 你為什麽不回應我 你為什麽不正面回應我問題 例如好像 反方主辯 我覺得最後問了問題 都很難回應 就是,喂,難道 這個不是說難回應的 不過總之正方沒有回應 就是,喂,已經爆炸頭了 那怎麽處理 那,正方的一副是沒有回應的 然後,但是反方的一副呢 你又不懂得去 就是,你又不會一起去追擊回去 同樣的道理 正方一副說 就是,就是攻擊那個比較的 就是,其實戴口罩 這個都是一個比較的 那,你問反方 但是反方沒有回應 然後,正方的一副呢 不過,我覺得你又 你又,嘗試重新提多一次這個問題 但是你不是去追擊 就是,啊,由此可見 其實,右方一直是回應 回避的問題 就是,你沒有這些字眼 就是,我覺得你 就是,這些位置 我經常覺得好像在襲擊人 但是你沒有襲擊到 是的 那,這個是第一個 就是,我覺得兩邊都有 這一種這樣的情況 那,這個可能是那個 就是,那個 那個,那個意識的問題 就是攻擊 就是,這些位置呢 就可以交到分子 那,在這方面 其實,就是相對之下 但是,正方是我覺得會好些的 那,另一件事呢 就是,我覺得兩邊呢 其實,我在討論的時候呢 有,兩個很大的問題 是沒有,在那裡壓折針 就是,沒有一個共識 所以,令到的討論呢 是,會有剛剛的情況 包括就是,例如 其實,大家可以發動的定義 就是,兩邊的準則好像是有點不同的 例如,正方就比較清晰些 就是,相對就是,一頭髮一起準則 然後,我記得,反方主辯就說 就是,其實,頭髮一起準則 這個,他固然是 可以說是 但是,其中一個強調度 尤其是,什麼 不電法、不嚴法 那,仿佛是在說,關於頭髮長路 好像就擺開了 那,但是,當,我記得 台上問的時候 就是,再問一次 反方法這樣的定義的時候 然後,反方那個回應就說 總之是,外人的一齊 的限制 但是,你之前就說 其實是想針對那個 不電法、不嚴法 所以,我就會覺得 確實是,好像有一點 我又不敢說是矛盾 但是,反方就會 就是,正方就會 不斷地攻擊你是矛盾 那,第二個問題呢 就是,到底這個法禁 是不是要完全去取消呢 那麼,這個位置 那麼,我覺得 這條問題呢 那個設定上 確實是會有兩種解讀方法的 第一種呢 就是,到底 他是說,現在的法禁 還是說,將整個實施法禁 整個整個版本 就是要取消法禁呢 那麼,我覺得 兩邊的演繹都是可以的 但是,前提是 你要有個意識去說服對方 為什麼要跟我這個定義 還是你這個定義 那麼,我就會覺得 你們兩邊有部分的位置 我覺得是有不同的定義 但是,你沒有個意識去告訴我 告訴我 告訴評判,告訴我 告訴對家 為什麼我這個定義 比你這個定義 大家不斷地跑米 我那個才是對的 你那個是錯的 但是,你沒有給我一個理據 那麼,我覺得這裡可以做得好一點 或者,我看到有的 但是,去到很後 例如,已經去到 正方台下的回應的時候 我記得有一位跟我提到 發禁這個字是一個引號的 那就證明了 現在好像是類似這樣 那麼,去到那一刻 我才有個意識 就是,你真的開始了解 這個法禁到底是 是關於延時法禁 還是關於整個法禁 還是要完全取消 就是,你有上次回應 扣連回這個問題 那麼,我覺得就有點後 那麼,可能 正方的主便 已經要 拗文著詞地說清楚 這個題目 到底 在我們眼中 我們覺得這個法禁 是關於現在法禁 未來法禁 還是,還是 只是過一條法禁 還是怎樣 那麼,所以 所以,相對來說 我覺得正方是回應得好一點 那麼,反方呢 其實,我想最大的問題是 其實那個主線呢 其實,我這個都覺得很難 很辛苦的 就是,這個題目 我覺得 反方是很難想的 是的 那麼,但有兩條主線 我覺得 比較大 真的有一個漏洞的 包括,你說 你說 你說法禁 是,其中有一個論點 你們說了的 就是說 當我 無論是放寬 或者取消法禁都好 那是會挑戰到 就是,當我這樣做的時候 就會令學生會挑戰其他考慮 那麼,我記得你 反方主便說過這句 當然,正方後來沒有追擊你了 但是,其實這句說話很明顯是有問題的 因為,我覺得就是 就是 就是,所謂的 滑波撥論 就是說,例如 好像同性戀問題一樣 沒有可能說 啊,因為我容許了同性戀分 那就代表 很快全世界都會全性戀分 原來,入女會滅絕 那麼,這個我覺得 是一個很明顯的滑波撥論 所以,你說 當我取消了法禁 然後,就會引起學生 之後,就會不知道他的底線 不斷地挑戰其他考慮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 這句說話不應該說 因為,很明顯是一個問題 那麼,同一個道理 你,正方都沒有聽得出這句 然後,沒有直接去抽擊這句 那麼,還有,另一個位置就是 你說,發禁是會 隨即發禁是會 令學生不懂得專注學習 那麼,這個確實 這句說話 就是,講的時候 就是,可能我們很容易都會想到 但是,我們一開始設定這份稿件的時候 你要預計到就是,正方 就是,當反方說,取消發禁 就會令到那些學生 注重不懂學習 那麼,其實你們一定要 就是想定 其實,正方一定會攻你這個位 就是,你怎麼論證 因為,沒有一些數據去論證 那麼,更何況就是,好像有很多環境 例如,我不理國際學校 還是,大學 還是,可能一個教員室裡面 每個老師都不同反應的 那麼,又不見得會影響我們 大學生的學習 或者是,老師的專注工作 那麼,這些位置就要 就是,想一下怎麼回應 其實,不是說沒得回應的 例如,你可以強調 其實,現在學生 甚至不成熟 那麼,所以,其實是 特別容易 有這些這樣的 分散的行為 或者,會特別容易 專注自己的外在尾 就忘記了 就是,雖然這樣辯駁 就是,可能對家 都會還有方法去駁回你 但是,起碼就不是 沒有回應了 因為,現在,當正方 不斷去攻擊你 就是說,其實你給不到那些論據 去推斷中間的邏速關係的時候 你們,我覺得 你們是沒有很 沒有特別地回應到的 是,這一件事 那,還有 那,當然 那,反方也提到一個問題 挺有趣的 就是說,其實現在的現代社會 都不同的公眾 都會有法禁 或者,好像 護士、公務員、路士 都會有法禁 那,我覺得這個政方 可以有些再聰明一點的回應方法 你可以說,其實 現在 社會上的各個所謂的法禁 其實是否等同於中學的法禁 例如,好像在教員室 有些老師可以演化 那,老師都可以頭髮過尾 但是,中學就是不可以這樣 所以,你可以強調 正方可以強調 就是,有一方不斷去說 社會是有法禁 但是,其實社會的法禁 和學校現今 香港中學實施的法禁 所以,正方是會比較堅強的 還有,我覺得正方最後一句 就是,正方的結辯那裡 我覺得內容 有些內容可以推得上一些 就是,推得上一些之後 有些內容 或者有些資料 可以在一副或者二副 甚至主辯的時候已經提出 因為你提到一些 可能是一些 某些專家的言論 某些學生的數據 這些我覺得可以早點說 因為我經常覺得做結辯 大家都聽到很累 結辯,我就已經不合理 我已經支持 聽一些 有沒有一些故事性 或者動之以情的東西 而不是再聽一些 新的客觀的資訊 或者很好的數據的資訊 所以某些數據或者某些資料 我覺得可以提早一些 就是給你的一副或者二副 去講笑 那麼,多謝各位 謝謝潘俊仁先生 最後有請史迪朗先生 為雙方進行評語 對不起,主席 但是我還未收到片 就去看反方的義父 那你們是想我 comment完了之後 然後我給方分 然後稍後通 即是 那個結果公佈 我看完 然後再給評券 即是我入了分 其他那些評判 我都入了分 是欠反方義父的 其他評判 你可以先就雙方 整體 整體 等等的方面 進行評判 最後完結比賽之後 我們都會 將 比賽的片段 傳給你 再完成 坤子等等的工作 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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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不好意思 這個是我第一次 我不知道 第一次網絡這樣 斷拔 首先跟反方的聲音 不好意思 不過我猜 那個comment 應該就 當然是看你個別的位置 以下的comment 就是如果 可能反方義父 說了些很 很聰明的事情 那就靈界了 我就會按照我聽到的事情 這個比賽 這條題目 我開頭接到的時候 我開頭 第一個perception 理解 其實是說 好像是不是 有個同行制中學 他去評級會投訴 我開頭也是想這個case 你問我 我個人的觀感上 我個人的觀感上 我是希望女孩子 留長頭髮 男孩子就不要留長頭髮 這個是我個人的觀感 但是 我這樣想 我覺得其實 雖然我這樣想 但我覺得沒有所謂 你取消的髮感是可以的 所以我開頭 我會覺得 其實正幫 都比較容易打的 就是 其實髮感真的不能別搖 但是去到後來 今天這場比賽 正幫就選擇了 就是剛才說 男女之間 長短頭髮的那隻髮感 反方當然 就聰明了 就拿了其他的髮感出來 包括可能是 被不被觸碰了一個 綠色的波波爆炸頭 或者電彈頭髮 或者橙青 或者可能是 替光頭 反方同學 採納了這種方法 是聰明的 兩方面都是用 一個自己有利的定義 好了 但是哪個合理呢 當然 好像剛才聽說 你要攻擊對方的例子 或者攻擊對方的標準定義 如果大家都沒有攻擊的時候 或者大家都有攻擊的時候 我就會看 究竟你哪個攻擊合理一些 我這個位置 我會覺得反方合理一些 為什麼呢 因為正方的 我不知道他應該是在台下發問 和他的正方的一股 他都有指出 他這樣說的 他說反方麻煩 因為一方面 一時又說是 長短髮才是白禁 一時又說 因為性別定義的關係 反方是認同 對於 長頭髮的這種白禁 是可以廢除的 那正方就指出反方是矛盾 甚至乎雙重標準 這一點我不認同的 因為 反方是由頭到尾 他很 consistent 很連貫的 總之 我先夫人論 他本身自己的標準 是不是很大 但其實是有標準 總之 是關乎一些 可能男女性別定義的東西 他是不介意 解除這個白禁 但是 電波波頭 橙光頭 這一點 並不是一個 男女性別定義的東西 所以他覺得這些 規範是合理 而 男女之間的長短髮 他覺得不合理 所以其實他是 consistent 他是沒有雙重標準的 他什麼情況之下 會出現雙重標準 這個也可能是正方的 就是如果他對面說 一方面 又支持 又支持 你們的定義 一之一方面又說 不是 其實呢 其他的法禁都 都 都需要 都需要 都需要保留 即他這樣的做法 跳出跳入 才叫做 叫做是一個相同標準 不是說 他有兩個標準 就等於相同標準 是的 所以這個case他不是的 他很 consistent 而更加重要的是 如果從邏輯上 你這裡變題 是說 所有的 雖然沒有所有這個字 但是你自己都 你自己都 你自己都加了所有這個字 所有的法感都應該按出 反而是沒有必要證明 他只是需要證明 某些的法感不需要的話 那麼法禁這件事情 只要他講得通的話 其實他出了一個例子 就已經贏了這場比賽 就是再嚴格一點這樣說 所以我就會感覺就是 如果 就是下一次有這一類的題目 因為我開始的時候 我看完這條題目 我再想多想 我也是 其他法禁你相信 你是不是要處理呢 不只是長短頭髮 染白呢 那麼這件事情 如果政方處理的手法 是想用邏輯去說 他對方是 我不知道這個是你 即刻的反應 或者是 就是準備了 那麼這個就要小心一點了 那麼 關於定義之後 再下去就是 你們今天討論了很多關於 無論是法禁也好 還是本身的法型好不好 就是法型 對於不同expect的影響 那麼你們是討論著 一個很不好的問題 例如 政方會說 關學習進到什麼事 不會因為我自練了頭髮 讀文道書的 那麼反方也有時候 在台下都會說 你會浪費了很多錢 和時間 就是變化和追求明星 我不是說這個討論是不好的 不過你想清楚 這件事是不合事業 就是剛才第一位同伴所說 你是在討論這件事 對與不對 不是在討論不合事業 對不起 有些東西 社會認爲對的東西 不是 社會接受到的東西 它未必一定是對 社會接受不到的東西 它也未必一定是錯 所以你討論它對與錯 我覺得是和這個變態裡面 不太大關係 其中一個評分標準 就是如果 你誰在這個位置 扔下去 說得越多的話 那分數就會越低 因為 沒有意見 除非你能夠說到 正方如果說過學習進度 例如 如果你說到 那個學習進度 是說我社會裡面 我們覺得總之不理任何東西 我一定要有好的成績 然後又不知為什麼 整個社會是覺得總之 你非漏長頭髮 你怎樣 就等於你成績不好 如果你能夠證明到這個點 那你就成立 反方一樣 如果社會大眾 是覺得小朋友 電了發 一定是浪費了大量的金錢 浪費了大量的金錢 浪費媽媽錢 是不好的 如果社會大眾 是有這個觀念的話 我不是在評論這個觀念 對語錯 而是如果有這個觀念的話 你說這件事 你才說得通 就是所謂含合事業 所以我剛才說到 正方在定義上 我覺得這個問題是傾向了反方的 因為定義 我覺得不應該好像正方這樣定 但是反過來 反方 雖然沒有怎樣在後面再加論述 其實當你想論述那個含合事業的時候 那個數據 雙方都不太足 因為反方比較論述得多 就是關什麼事 社會大眾都能接受 好了 我首先說說正方 反方的主辯 他有一個位置 其實這是小的問題 不過後面沒有再提 但是不知道哪個正方 我聽到之後會有些奇怪的 反方的主辯說 其實第二個論點 就說這個法感是無助 甚至不會影響惡 因為小朋友心智成長的成熟 若你容許他們 要放官所有的法感的話 就會令他們忽略一個外在比大人 一個內在比 聽起來很合理 但是我回頭想 如果由學校去禁止你 或者要求你做某一種的法型 其實是否顯示了 學校不是很在乎你們的內在比 是在乎你們內在所謂的不端章呢 即如果用這個角度想的話 你又想到這個社會是 學校是一個社交化的東西 那你學校的老師 你是不應該用法型去掌握 哪怕我剷乾了頭 碰了一個球 你都應該我頑皮 你就說我是頑皮 我是聰明 你就說我是聰明 你理得我的頭怎樣 如果用這個概念 反而變回最後 你應該打得更進取 就是所有的法感都不應存在 這個就是 聽到我下了一些 剛才那個話 雖然我在定義上 我是拜反方的定義 就是至少在你們的演術上面 但是反方你採取這個策略 將法感拆開幾個部分 你自己小心一點 你這場沒有一個很明顯的 不統一 但是你要小心一點 就是你去到哪個位置 你覺得哪一件事才是所謂的 即不合理眼中的那個不合事件 或者是對與不對 大家都沒有討論過 其實現在社會接不接受你們 我相信呢 對於男子娘留長頭髮的話 應該那個接受程度 我猜是高過電波波頭的 但是對於highlight 或者是這個暴丁頭 就是演完頭之後 有些顏色 金色 我想這個社會的接受程度 又高過你演到五十六色成的咕嚕肉 那所以究竟那個法感裡面 社會接受程度是怎樣 其實你們 這個是沒有一個絕對標準答案 因為正如你們所說的社會觀念 你們是中學生 你們在看的社會觀念 你們認識的人的社會觀念 其實大多數都是業主義學校 或者是你的父母 或者是你自己的同事 但是反過來 對於我們 這個老人家來說 我們看著這個社會 其實那個又是不是這樣呢 我之前也這麼說 看你是哪個工作坊 做的 即是可能你是 即是你上司機當然不行 是不是 你當然不能去演法 但是你會不會在律師樓裡面 你演法有這麼大的一個問題呢 那我等一下最後會補充一點 究竟可能我會覺得社會是怎樣 那最後就是關於其他一些論述 兩邊都是 說整場 我不知道義父有沒有 法國義父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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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就是想期望對面 大家說一些 除了法禁以外 一些學校對我們的校規 而有的規限而有觸碰到這篇題 包括其實提及了一點 就是講了一點的效果 為什麼女生要穿裙 男生要穿長褲 不是性別定型 這個是一定是 比起長樓長頭髮更性別定型 OK 就是穿裙這件事 我當然我覺得女生應該要穿裙 但是我也同時認同 就是穿裙其實是對女性的 就是女生的一個 一個約束 為什麼一定是這樣 因為他想女生走得好一點 那男生為什麼你見到男生 坐的時候可以脾一點 女生不可以脾一點 那這些的限制又怎麼搞呢 走出街 有些人就覺得 現在的社會 可能看到一些年輕人 可能是手拖手 那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又反過來 有些學校又會禁止你 當然有身體接觸 甚至有些人可能走得近 有些學校就走得近一點 都不給 那究竟這件事是合理與不合理 或者是不是一個社會的觀念 那這個我希望大家用多一點的比喻 去討論 因為前場討論得太多關於法禁了 那所以最後呢 這個是我個人小小的意見 就是講關於 就是我自己 不要用這個社會 我沒有這麼大的 就是我自己怎麼去看這個問題 就是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我自己有沒有自己的 我覺得女生穿頭好看一點 男生有人長得好看一點 我覺得這個觀念本身是沒有錯的 就正如我覺得 就是通常我都不是太喜歡人人身的 不是錯的這件事情 但是有一次呢 就是我帶著貓去看醫生 那護士呢 就穿得都不是很專業 然後又戴上手繩 戴上這個 就是紋身 那我當時第一個感覺 當然不是太過良好 但是呢 我就會是的 就是我都繼續叫他 去形成他的 future 但是後來呢 他是做不到的 他是態度極差 還有想想 我不知道你有試過去看手繩 就是想挖我錢 那我就會覺得 就是呢 我說這件事就是 我覺得這個社會 或者給你們參考 有這個學校的規則 你覺得好像很無理 為什麼他要這樣做 我只能夠這麼說 當你有朝一天 你在你的其他專業 譬如這位護士 他能夠在他的獸醫的專業 你是一個律師 你能夠打公司打到很噴噴噴聲 我理得你的頭是什麼 我理得你怎麼穿 你上班甚至會撻對拖 沒有什麼所謂 在我角度 我覺得沒有所謂 只要你能夠用其他一些的能力 或者quality 你的人格 你的品德 你的能力 去overcome 你外表的一些的喜好 這樣的話呢 我就覺得沒問題 而大部分在中學的同學 當你未 develop 你自己 即是未發展到你自己的 character 的時候呢 你嘗試一下 一開波的時候 就服從少少少先 好了 你穿那套衫 沒問題的 是的 起碼那些人對你的觀感不會差 只要你發展到你自己的才能 你再決定怎樣去做 這個就是我 我對這件事的看法 這個跟評分無關 但是 當大家問到這件事 你們說了究竟 發展是好圓不好 有沒有影響我的習近度 是不是社會風氣 這個是三個層面 是不是社會風氣 是看 真的看你哪個年代 你們當然覺得沒問題 OK 我 我的上司當然有問題 大家覺得 可以嗎 就是這樣 謝謝 看看會不會之後 發電話 我更快批 謝謝你 謝謝史迪朗先生 最後再次感謝三位評判 為我們今天進行評分的工作 隔於評判需要在賽後收到錄影的片段 才可以前途分子 並且完成賽果等等的系列工作 所以最佳辯論員和賽果的公佈 我們將會在比賽結束後完成上述工作之後 透過WhatsApp群以網上的形式向相方公佈 非常抱歉為各位造成不如此的北邊 今天的比賽就會暫顧一段落 謝謝大家的參與 辛苦大家